大家好 我就是老人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老人问答 最近没什么新车 那就回答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4月份的新的元销量确实比较有意思 上海车展也没有给整个市场带来太多的拉动效应 但是魏小李之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去年的时候理想说他三台车要月销三万辆 大家还觉得他在吹牛逼 但是你看到没有 今年4月的销量数据出来了 已经到了2.5万辆 这也就意味着就是魏小李三家之中 理想已经率先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节奏 为什么他这三台长得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车子 都能在戏份上取得不错的表现呢 我觉得这需要值得所有汽车制造商去反思一下 中国的消费者对于一台家用车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但产品力是一方面 我希望大家能够反过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都是存量市场竞争 那么你理想多卖一台车型 势必有其他竞争动手会少卖一台车型 我们来看一看 理想它现在这个销量的基础是从哪里抢来的 你会发现 合资品牌原先的这种中型或者中大型的家用SUV价位在30到50万价位的 其实影响蛮大的 包括丰田包括大众 你对比一下三年前的现在大众和丰田他们这几台主销SUV销量的一个下降趋势的话 你就知道理想的用户是从哪里转化而来的 那为什么蔚来推出了这么多新车 它的销量不增缓降了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一方面是两代车型平台的一个切换 新老用户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 蔚来抢的是谁的用户 他抢的是豪华品牌为主的车型的用户 之前车的价位也比较高 但是你再去看一看 BBA他们在这个价位市场上的销量波动大吗 如果不大的话就证明未来还没有抢到他们真正想要的用户 所以这个为小李之间销量的变化 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 在存量市场上 你的车之所以能卖好 是因为你能从别人那里抢到蛋糕 而你的车的销量没有增长 这也就意味着你现有的产品并没有满足 或者说并没有触达到那些你希望拿到的竞争对手的用户 至于小鹏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即便是这次全新发布的G6 我也不认为它是一台很能跑量的车型 所以一年之后你再把魏小李三个字放在一起 能不能这样放还真的要打个问号 当然除了嗓门大的魏小李之外 你会发现真正市场的主流玩家 特斯拉和比亚迪 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做事情 尤其是比亚迪现在21万辆 而且腾市有一万辆 腾市一万辆还主要是来自于那台D9的MPV车型 这对整个的市场的冲击是蛮大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高端MPV市场 全国每年就三四万辆的份额 它拿走了一万辆 对于其他竞争对手而言 就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损失 都有谁减少了呢 我让小编把去年这个时候MPV高端车型的销量 和今年现在的这个对比一下 你就会发现腾市拿了谁的蛋糕 当然也有几个本土厂商做的不错 比如说广泉ION包括像长安深蓝还有吉利旗下的极客 现在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势头 传统大厂造不好车吧 其实也不至于的吧 换一个新品牌 然后用一些新的设计语言去讨好新的消费者 把一些产品设计的思路从新势力那里拿过来 传统大厂一定会在将来三五年的新能源市场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意味着这几家厂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比如说亏损 包括像这个组织架构的巨大的转变 以及整个营销和产品定位 包括研发团队的重大改变 只能说稳住市场份额 并且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是第一步 至于将来如何引领市场的发展的话 那他们还要更多的像特斯拉和比亚迪学习 这个提法再次证明一件事 就是理想汽车这个品牌是一个低调的 有温度的有内涵的让你觉得很舒服的汽车品牌 但是理想这个人他每次提的这些想法 就是他非常知道如何用最简单的比喻告诉大家 他希望做成什么样 或者说他的愿景和目标是什么 然后希望不是YouTube上的五常 天天打口水仗 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五常 我想说的是 其实这种比喻非常简单 就是现在正处在一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大转型 大变革的时期 就是混战中 然后大家都希望有确定新的作词和秩序 所谓的作词和秩序就意味着 你对于整个行业的话语权和江湖地位 那当然理想也比较谦虚了 他并没有说将来的五常 我就是老大对吧 他没有这么说 他说特斯拉 比亚迪 华为 这一定是会在里边的 至于剩下两家 现在不知道 但他其实话里话外透露着 我们理想也是希望将来能坐到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不是说没有机会 但是前提是 你今年这三台SUV至少应该有一个月三四万辆的一个规模 然后你还要找到下一个规模的突破口 因为这个第一波规模的突破口 意味着一年四十万左右的一个规模 那第二个突破口就要把四十万台变成一百万台 变成一百万台以上的时候 你才能说 你在这个新能源市场中有了自己一定的话语权 因为一百万台一年的规模 你是可以影响整个供应链的 我之前曾经和一个车企老前辈聊过这个话题 他说特斯拉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他在上海开设工厂寻找供应链的时候 他并没有找那些非常传统的主机厂的TR1的供应商 而是找了很多可能当时在老法师眼中 他们都看不上的那些供应商 帮助他们一起成长起来 然后逐渐拥有了自己对供应链的掌控和话语权 所以所谓的五常是什么 并不是说只是市场份额最大 而是说他们能够确立行业的发展方向 能够拥有自己的供应链的把控能力 甚至于能够推动整个行业市场进一步的集中化 那从这个角度而言 能在五常中拥有一席之地还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理想是把它作为一个 接下来三年在中国市场发展的一个目标来看待 毕竟他也说了2023到2025年很关键 而且他现在销量比另外几家卖的好嘛 他也有底气说这个话 如果说他现在是未来的这个销量水平 我相信打死他也不会提汽车无常这个说法 哎呀这个太简单了 就是给你做个心理预设嘛 他现在没有理由涨价 他整个的供应链包括订单情况 包括他整个的这个成本 其实还是在逐渐下降的 那为什么要涨价呢 因为你们都说他降价呀 你们都说过段时间这20万以内了 怎么怎么样了 那这样的话 对于他而言 他的订单收集就会变得困难 很多人都会说那我等等算了 那我给你涨一次价呗 涨两千块 你还说你继续等 那我下次涨五千块 你还继续等 下次我再涨一万块 你就会觉得之前买到人赚到了 然后发现哇这个好像不能等 如果能达到这个心理预期 对于特斯拉而言就足够了 而当他下一次达规模降价是什么时候 当他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 或者说他觉得 我在中国市占率不够 我希望把市占率翻倍 怎么办 最简单方式降价出销 今天时间原因要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么大家对于汽车产品 汽车行业 有什么问题 其实都可以私信 或者说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的小编会收集好 定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有一段万表情 叫这表迟 但其实我在汽车行业统业 真的已经有很多年了 然后从工程技术角度 包括产业政策角度而言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研究会比较多 所以真正讲 万表只是个爱好者 汽车才是老板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